亲爱的朋友 无论你正沐浴着金色的阳光 目睹雨后彩虹 还是正在穿越风雨 我都邀请你来参加真爱挑战四十天 你的人生会变得不一样 学习真爱 邀你同行 作为基督徒 爱是我们身份的基础 我们的灵得到重生 是因为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当耶稣被问 什么是最大的诫命的时候 他回答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 爱主你的上帝 又要爱灵舍如同自己 基督徒之间彼此相爱的心 让众人认出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的相爱是我们存在与立足的根基 该以激情与热情来表达 这是一种我们不断吸纳的品质 当我们不断在其中变得更好 就越来越能活出爱的样式 既然爱是为我们分享而创造的 那么当你遭受爱的拒绝时 你该怎么办 当你托付终身的人不再爱你的时候 你该如何应对 先知何希阿的故事 是圣经中最独特的故事之一 这个故事似乎违背所有常理与人情 上帝要先知何希阿去娶一个妓女为妻 上帝想要通过何希阿的婚姻 向世人证明 上帝无条件的爱 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何希阿和戈灭结合后 生下三个孩子 但不出意料 这个曾长期生活不轨的女人 不愿意忠贞于自己的丈夫 于是何希阿只好独自心碎 承受被抛弃的耻辱 她爱过她 但她却背弃她的爱 他们曾经很清静 但现在她却不忠与人通奸 因陌生人的激情 而拒绝了自己的丈夫 时间过去 上帝再次对何希阿说 再去向那个不忠的女人重申她的爱 此时她的境况很悲惨 被卖为奴隶 但何希阿为她赎身 带她回家 是的 她曾蔑视她的爱 她曾无情地伤害了她的心 但何希阿还是无条件地重新接受了她 再一次爱她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用来展现上帝对我们的爱 上帝的恩与佩然降下 然而我们毫不在意 有时我们的举动令人羞愧 居然把上帝的爱认为是障碍 阻挡我们随心所欲的过日子 我们以为上帝的爱 无法让我们得到真正想要的东西 就算我们已经接受了上帝的儿子为我们的救助 我们仍然以各种方法拒绝他的爱 我们是如此的刚硬 然而上帝的爱不改变 上帝是信实的 我们可以拒绝上帝的爱 但上帝的爱不会阻止我们要对拒绝他来负责 我们要付出我们自己所不知道的惨重代价 然而上帝用他的怜悯和慈爱来对我们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在他身上 我们看到爱被拒绝后 应如何做出反应的典范 就是仍然要信实 耶稣在登山宝训中 向我们传达这种爱 他说 你们的仇敌要爱他 恨你们的要待他好 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 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可仇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 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 有什么可仇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 你们倒要爱仇敌 也要善待他们 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 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 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 因为他恩待那 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 在神圣的婚礼上 你从未想过 和你结婚的这个人 将来可能成为伤害你的一个敌人 爱这个人需要你付出全部的牺牲 然后很多时候 婚姻关系会恶化到一定程度 有背叛 还有令人痛心的不忠 对大多数人来说 婚姻到这个地步就结束了 有些人就快快地离婚 另一些人为了名誉 只好保持沉默 继续凑合着生活下去 但他们不再努力改变 更不用说再次爱上对方 这不是基督徒的榜样 要学习上帝的爱 就算被拒绝 还是要爱 要有这样的爱 那一定要是从上帝来的 你可以无条件地爱你的伴侣 因为上帝无条件地爱你 重复和持续地爱你 那些最不配得的 往往就是最被爱的 求上帝给我们他的爱 然后用这样的爱 爱你的伴侣 来回应上帝对你的爱 这是救赎的爱的美丽 是信使的力量 今日经文 也已诚实聘你归我 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 和西阿书二章二十节 每日挑战 爱是抉择 不是感觉 爱是自发的 不是被动的 今天 要选择爱你的伴侣 就算他已经不接受了 坚持对他说 我爱你 我选择爱你 就算你不爱我 完成今天的挑战之后 对照以下问题 为什么 如果没有基督的爱 这样的爱 是不可能的 他在你里面 可以使你去爱 就算对你来说 是单方面的 为什么 没有 来 你们